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8日 明天就是期指结算 但骗徒是继续骗人的 警方方面都说 今年的电话骗案 是特别多了 所以 你要再呼吁 如果有些人 告诉你 有我或者其他的股评人 跟你做什么什么 教你投资的话 九成都是骗局 请你打18222 是不单止我的 包括有其他的股评人都一样 好 今天我们来看 昨天大升之后 今天有所回潮 这样就变成板块方面 是跌了的 银行股 幸好 还是这个在升的行列 地产股就不是了 地产股呢 就会去了 在这里 斩微跌了